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洛杉矶市长Eric Garcetti向市议会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是说在我们洛杉矶市要给挑选出2000个家庭 这2000户家庭是属于在贫困线之下生活的家庭 最好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的孩子 同时是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和影响 家里的经济的情况非常紧张 或者说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那么这2000个家庭如果挑选出来符合资格 那么将给他们每个月1000块钱的叫做基本收入保障 这属于一个基本收入保障的计划 当然这个是需要市议会来批准 看看是不是可以执行的 那么这个Garsetti市长他是说市政府准备拨出2400万美元 再加上1100万 好像是从洛杉矶警察局 这就刚才你说的削减警察经费 就从这来的1100万 从这个LAPD警察局的经费当中挪出来1100万 加在一起3500万元就要实行这么一个基本收入保障计划 作为试点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是在纽约 这个纽约现在选市长的华人这个安德鲁洋 他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提出来一个大胆的计划 就是在全美国实行叫做基本收入的这么一个东西 全民基本收入 对他说的是全民基本 那基本上是不管你的家庭的收入是什么情况全部有的 但是在洛杉矶呢 他只挑出了2000个是非常需要帮助的这些人 所以情况不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把洛杉矶的这个情况稍微讲一下 然后我们要引进另外一个城市 是北加州的Stockton 这个城市呢 在过去的两年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小规模的叫做社会实验了 我们看看他们做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是刚才说的1100万呢 那个已经开始了 1100万呢是给500个低收入的家庭1000块钱 每个月1000块钱给两年 然后看一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另外的那个2400万呢 要需要经过市议会的讨论 所以撤销警察的资金或者是削减警察的预算 那钱干什么去了呢 就干在这儿 他的理念是什么呢 他背后的理念就是很多的犯罪是穷困所导致 如果我们去根源上解决 就提高一些最底层的人的一些生活的水平 然后减少一些社会的不公平 这些注意啊都要钱的 如果这些做到了呢 也许警察的工作就会减轻一点 这个是背后的一个理念 那么这个理念呢 在洛杉矶开始实行 这个是美国的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事啊 对不对 他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纽约 纽约现在的杨安泽呼声最高啊 他几乎有可能就 当选啊 就有可能当选了 明年就投票 是什么时候投票来的 好像11月份 对今年11月就明年就 他当的话就明年就上任了嘛 对不对 机会很大 那他到了纽约市长的职位上 会不会推行他的那个UBI 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啊等等 这个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你必须得承认 就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是这个叫杨安泽的人 把一个听起来是多么荒唐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给美国的老百姓一人发1000块钱 他当时提出的理念的背后 倒不是一个贫富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机器 他认为机器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所以这1000块钱是人类战胜机器的 这么一个基本的生活保证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呢 之前我们讲了非常的多 就为什么这个后来经过分析 是非常合理的 应该给的这个背后的理念 而这一次呢 试验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是大学做的 就不是哪些政客头脑一热 而是长春登大学UPN 对不对 就宾县法院还有德州的大学 联合起来做的 刚才说的Starkton 我们这边南加州 还有一个叫Compton 对 这个城市也在这样做 Compton呢 只不过 只是给个800个家庭 每个月呢 看情况吧 给两年也是300到600 但是很快要提一下的 就是这个钱 不是纳税人的钱 是一个华人给的 他叫黄新祥 那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是拥有一部分Lakers的这个 对 他是洛杉矶时报的拥有 对 他买了洛杉矶时报 胡仁队是不是也有他的 也有 也有 好像是 他呢 是他女儿的基金 他有一个基金 妮卡 他女儿叫妮卡 这个钱 在Compton 这个比较穷困的 黑人比较多的 犯罪率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城市 实行这个呢 这个钱是他储的 对 Starkton呢 我们说他是在2019年率先 就已经2019年的2月份 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今年的1月份呢 他最后一笔钱已经寄出去了 所以实际上两年的试验已经做完了 然后呢 刚才说的研究人员 包括U-Pend和德州大学的 还是 还是Tennessee 我忘记了 某一个大学吧 他们这个研究人员对整个的两年的数据呢 要进行分析 第一年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待会我们会告诉大家 他试验的结果 第二年的数据呢 可能要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才可能全部分析完毕 然后再出来 第一年和第二年情况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第二年又碰上了新冠疫情 其实这个呢 对研究来说更好 因为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才能体现出这笔钱 哪怕只有500块钱 对那些贫困的家庭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他的研究 我说规模比较小的原因是 他是只挑出来136个家庭 然后每个月是给他们500块钱 一共进行两年的时间研究 那么这个Stockton的 第一年的研究出来的结果呢 基本上是正面的 就是说 第一给这些低收入家庭的人 500块钱的叫做基本收入保障 大部分的钱是用在食物上了 用在家庭的必需品的购买上面 对 不过当给钱的时候 包括我们洛杉矶是没有条件的 你买500块钱小颗粒也可以 我不管你 没有条件 对 有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个做法 有很多人都在怀疑说是 这些收入低的人 这些比较贫苦的人 他们会掌握钱吗 你给了他一个 每个月都有的这么一笔钱 他可能会乱花呀 买酒了买烟了 对 他可能会乱花 可能会就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等 但实际上这个研究发现说 越是穷的人 他越知道节俭 越知道这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 当然也有人买了烟和酒了 但是这个比例小到还不到1% 有人买了 但是非常小 他买也不是全买 对不对 就拿了一部分吧 对 500块钱的1%也就是5块钱吧 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然这是平均了 有人可能一分钱没买 有的人可能买10块钱20块钱 咱们不管 那么他的这个得出的结论就是 第一 第一年的数据下来 第一就是拿到这笔钱的人 和其他没有拿到这笔钱 同样处于这个收入在同一个水平 但是没有拿到这笔钱的人 这些家庭要进行跟踪吧 这样才可以比较出来 他们的区别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差距有多大 就发现拿到钱的这些人 普遍的健康状况好了 比以前好了 就是营养好一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医疗的健康状况 医疗的照顾也好一点 那有可能他们就 买得起这个医疗保险了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受教育的程度也好了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 他高中毕业率增加了 他不措学了 不措学就可以读到高中毕业了 这是第二 第三 找到全职工作的这个比例 一下子提高了 所以待会呢 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情况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欢迎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洛杉矶市长要提议 要给2000个家庭 每个月1000块钱的这个叫做 基本收入保障 这么一个计划 当然这个议会还没有通过呢 要开会讨论 然后通过以后才可以实施 那么我们讲的是已经完成这个社会实践的 Starkton的这个计划 他们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等于是已经完成了两年的实验了 那么刚才说的就是对第一年的数据 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传统的保守派啊 都在提出一个论点来说是 如果发钱给这个贫困的家庭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这些人好吃懒做 可能会导致这些人不出去寻找工作 不过仔细想想呢 他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如果你发的钱足够多的话 他可以不出去工作 舒适的工作 呆在家里头生活的话 那当然他可能就不出去找工作了 但是500块钱说实话 没有让你生活得非常的舒适 或者非常的愉快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出现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数据显示没有降低就业率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 在同样的这个两组人当中 差不多收入都差不多的这两组人 一组接受了500块钱的 这个补助啊 就是这个生活保障 那么这些人的这个就业率呢 从原来的29%达到了40% 28%到40% 这个是我说的就业率是全职工作 对 而没有接受到500块钱的那些 这个阶层组呢 他们是从32%到37% 所以这是这之间呢 其实等于是差了一倍啊 也就是说拿到钱的人 反而找工作更加积极了 对 这说明像什么呢 这个特别像疫苗测试 就给一些人打了疫苗 给一些人打了盐水 对吧 对 然后我们看那个结果 也就是说这两所大学 他们在做这个社会调查的时候 他们是找了这么一批人 这批人都在研究范围内 他不是说只给研究那些给了钱的人 然后其他那些呢 是拿现有的这些数据去分析 对不对 他不是 他是找了一大群情况基本上一样的人 只不过呢 给这一大群人当中 一些人每个月500块钱 另外一些人不给 这样他才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出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是非常说明问题 你想从28%到40% 这是一个巨幅的增长 就是这些拿了钱的人 反而去找工作去了 对 因为可能他不用担忧 说家里的一些什么医疗的 或者房租啊什么的 那么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了 对不对 当然这是要详细的看 他那个研究报告的话 特别多的具体的因素 我们就不讲了 只是把最后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他们也参找了阿拉斯加 其实阿拉斯加早在给钱了 早都给阿拉斯加的居民钱 因为阿拉斯加有石油嘛 当那个石油赚了钱的时候呢 人家阿拉斯加的州政府就采取了这个 就是只要是我这 我就什么条件都没有 我就给你每个月给你钱 就给你发 从阿拉斯加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的 北卡罗莱纳州 其实也在进行吧 对不对 北卡州也有 杨安泽说的那个呢 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它那个能够实行的话呢 那可能是对整个的人类 在这个地球上组成的社会 和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社会 各种经济研究什么的 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革 也就是其实杨安泽的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洛杉矶的和Starkton的 以及Compton的这些呢 都是一样的重大的社会试验 就是人活着就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 我有三顿饭吃 对不对 我有个房子住能够完成这个 而关键是我又不是一个世界上的非常贫困的一个落后的地区 也就是按照杨安泽的计算 这个国家是发得出来的这个钱 是有这个钱的 那么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的话 然后再通过这种社会研究表明 拿了这些钱的人 绝大部分人不是吸毒去了 对不对 不是躺在那睡觉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懒汉 然后再一次证明 不是所有的人都享受贫穷 你就给他一千块钱 那也是穷人 如果他不找工作的话 对不对 人的一个基本的愿望 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现状 如果这些都能成立的话 那这些试验 对整个人类的生存 是不得了的贡献的 对不对 对 那么当然了 有些人就认为说 那这个计划可能是民主党提出来的 而且只有民主党支持 现在居然很多的保守派和共和党 也开始对这个计划感兴趣了 但是他们的初衷不一样 对 但是他们的感兴趣呢 你可以想象 其实也是有道理 他们认为说 如果要是能够用每个人发一千块钱的这个方法 来取代现在的社会福利的话 比如说社会福利金 社会福利的保险 什么Medicare 什么social security 什么Medicaid 这些东西 想得美 什么食物券 农业部的这个食物保险 全部摘了以后 我就给你发这个钱 他们计算一下以后 似乎是一年 比如说发一万块钱 或者一万两千块钱 比那个各种各样的保险加在一起 可能还便宜呢 是 对吧 我就 那如果我给你的基本生活保障的话 对不起 那其他的福利 宁可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都是领这个钱 那你在工作的话 在额外的赚你的工作的钱嘛 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在来探讨这个 这个想法 看看能不能够最终变成一个 大家都可以 两党都可以接受 甚至连国民都可以接受的 这么一个政治的现实 那么当然 这当然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了 但是呢 这毕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业